根据湖北省黄岗市官方消息,2月1日,黄岗市全部清冠肺炎确诊病例转入大别山医疗中心,该中心确诊病人的收治情况如何,备受外界关注。 里面还有几位患者在里面休息治疗,那么截止目前呢,这里已经接触了近百名的病患。 首批山东援助黄岗医疗队普通救治组75人,重症救治组60人,他们来自山东16个地市的不同医院和科室。 由于是紧急着急,彼此不熟悉,早晨8点一到医院,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防护服上做个标记。 因为我们戴上帽子口罩,穿上防护服以后,谁也认不出谁来了。 然后我们工作交流呢,又需要找,互相找,所以衣服上写上名字是最好的方式,一看就能看见。 我昨天还跟大家开玩笑,会不会我们回去以后再见面还是不认识啊,每天都戴着口罩。 进入隔离病房,医疗队员会根据病人病情展开救治。 由于不允许家属陪护,医疗队员还得照顾病人的生活起居。 他所有的生活护理和治疗啊操作都要由我们来做,比如说喂饭。 有个病人昨天我刚给他喝了粥,结果他一下就吐了。 所以这些呢可能就是风险都是比较大的,没有家属都需要我们来做。 由于缺少清洁人员,忙碌了一整天的医疗队员交接完工作,还要清理病房,清运医疗垃圾。 一天待在医院的时间近十个小时,而工作时间越长,意味着被传染的风险越大。 当我们到了医院这个工作环境之后,脑海里就不会再有这种害怕呀担心这种念头,而是如何把病人能够尽快地转为为安。 脱完防护服和口罩,整个脸上还有鼻梁都被那个口罩压得一个深深的痕迹,生疼生疼的。 就是会担心自己? 担心,担心自己万一被感染了,会拖医疗队的后腿,所以我一定要防护好自己,让自己能够发挥最大的能力,让这个队伍能够更有力地去战斗,完成这次任务。 就介绍,截至1月31日,大别山医疗中心已开通三个病区共计306张床位,累计收治患者205名。 2月1日,该中心还将开放288间病房,280多例疑似病例会陆续转入。 2月1日起,黄岗市区的全部确诊病例、重症病例、危重病例都转入大别山医疗中心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2月2日起,黄岗市区的每家人 Christchown,全TD,或者,病人节目。 2月1日起,黄岗市区的受估网客户端。